大家好我是叶金融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 主题是 BreadSQL更可靠的MGR和更快的InnoDB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次呢主要分享的内容都是哪些 那么首先呢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叶金融 现在呢是万里是复的 开源生态负责人 那我同时呢也是Oracle的HD 是满色国方向的 另外呢我也是腾讯云的TVP 那么下面这两二维码 一个是我们BreadSQL技术社区 微信公众号 还有个呢是我个人的老外茶馆 微信公众号 欢迎大家关注一下 这里面有非常多的技术干货 对 好 那么先看一下什么是MGR 对 那么首先先看一下这个经典的图 这个图呢 是满色国方发布的一个四步路线图 那么第一阶段是想要实现的是 文档型的存储 对文档型的存储 以及 就说 插接口 这叫API接口 应该叫API接口 而且我们通过MIRSWO Shell 这样的工具 可以很方便 以及插Plugin等等这些 可以很方便的去 通过API接口 去管理 MIRSWO数据库 不像以前 都得通过手工的这种方式 对 这是第一阶段 那么这在5.7版本 已经实现了 那么第二阶段 跟第三阶段 一个呢是实现高口用 对 以及读的可扩展 对 那第三阶段呢是除了读的可扩展以外 还要实现 叫做故障的自动转移 对吧 Auto Fire Over 那这个在8.0版本也已经实现了 依赖MIRSWO8.0.2之后推出的新功能 就是Athync Replication Auto Fire Over 以及MGR 实现了读的可扩展和自动故障转移 那么下一个阶段 就是S4的这个阶段 是想要实现写的可扩展 以及Sharding 那么这个目前还没有实现 那就是再下一步 MIRSWO即将要发布的一些新版本 它的一个目标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MGR MGR呢 叫全称是MySQL Group Replication 那么简称MGR 或者叫GR 或者叫组复制 对 这个都是可以的 那么首先呢 它是基于Share Nation这样的架构的 也就是说 所有的节点 它不是以共享存储的这种方案 而是每个节点 独立的放在自己的独立的存储里面 放在自己本地存储 或者网络存储都是OK的 但是每个节点 它的存储不是共享的 不像RAC那种方案的 那么它是MIRSWO目前提供的 数据自信和高口用的一个 集群的一个解决方案 它自在高口用和故障的检测 自动切换 自动转移 在那个功能 它支持单组和多组的这个模式 那么我这里要强调三遍 MGR的话 最好只使用单组模式 好吧 只使用单组模式 就是MGR 只使用单组模式 不要使用多组模式 多组模式呢 它的bug会更多一些 或者说出各种状况的一些 概率会更高一些 对 那么MGR可以很方便实现 扩展 节点的扩展 包括在线添加节点 在线删除节点 也就是读节点的扩展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MGR最好是使用单组 所以说呢 它更多的是为了实现读的可扩展 对 写的可扩展呢 其实我们在线添加一个 就采用多组模式 再添加一个在线一个节点 这个其实也是可以 但是我们还是强烈建议 不要使用那个多组模式 还是使用单组模式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架构 它相对于传统的那个replication 就是传统的主重复制而言 它是采用多数派的 多数派的共识 这样的一个协议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有这样的一个事物 那么这个事物呢 假设现在是三个节点 对不对 那么三个节点里面 多数派是几个人 是两个对不对 也就是这一个事物 它只要在这三个节点里面的 两个节点 得到确证通过了 那么这个事物就可以去被执行 对 就可以被提交 它不像以前的 主重复制一样 只要这个事物在主库上面提交 或者是在半同步复制阶段 这个事物呢 得到半同步复制节点 slip节点的确认以后 它才可以提交 对 那么MGR是多数派的 对 那比如说你是五个节点呢 那它的多数派就是三个节点 四个节点 它的多数派也是三个节点 就是总之呢 是多数派的节点 得到确认以后 这个事物才可以提交 那这样一个好处是什么 只要多数派节点是存活的 那么这个事物 或者这个集群就可以正常 对 哪怕丢掉了一个节点 这时候也是OK的 对 那这个我后面 我们会再跟PXC做一个对比 好 那么MGR我们刚才说了 它支持单组和多组模式 首先 这个模式是单组模式 比如说现在S1呢 是最新当前的一个Primary节点 就它的一个主节点 对 那么S2到S5都是重节点 都是Secondary节点 现在S1发生故障以后 剩下的四个节点 会自动进行选组 对 会自动进行选组 然后呢 再自动进行切换 最终 假设现在选择S2 作为新的Primary的话 那么在切换的过程中 这个时候事物是不能读 不能写的 对吧 只读是没问题的 绝大多数的说 只读是没问题 你看我们的MGR的事物的 一致性是怎么设置的 我们假设是正常的标准模式的话 那就是最终一致性 这时候是OK的 那么现在它把新的组 切到S2这个节点 那么S2在对外提供 那个读写服务 S2 S3到S5 还是提供 提供指读服务 那么这时候 如果我们在前端 前面架上一个 或者挂一个MICSCO ROOTER 这样的一个中间键的话 那么它会自动去感知这个变化 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 对 等到这个组切换完成以后 我们的这个应用程序 不需要做任何的变动 它会自行的通过ROOTER 自动去连接新的Primary节点 进行读写 然后呢 在自行连接剩下的止读节点 进行止读的请求 对 那么MICSCO ROOTER呢 它是采用一个读写分离 采用不同端口的这种模式 这个呢 跟我们常见的中间键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我觉得它是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缺憾嘛 看以后会不会改进 目前目前看不到这样的一个 看不到这样的一个希望吧 对 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计划 好 这个呢 是多组的模式 也就是说所有的节点都是可以写的 任何节点都可以写 那么这时候任何一个节点挂掉以后 剩下节点同样也是选出一个 这时候不要选出新节点 而是把挂掉的节点再踢掉就可以了 因为这时候都是组 就不用再所谓的选组了 对吧 然后呢 还是ROOTER 自己会去决定 哪些节点进行读写 哪些节点进行止读 对 在这种情况下面 多组模式下面 那所有的节点都是 都是可以读写和止读的 对吧 那就没问题了 好 那我们这是MGR 它大概的概述 我们简介一下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金融级的买资格应用 它都有哪些特点 对 那我觉得有这么一些几个特点 首先呢 它是追求服务的稳定性 对 第二呢 追求数据的知性 第三呢 追求业务的连续性 对吧 所以说呢 其实最后总结下来 就是两点 第一个呢 是尽可能降低RTO为零 对吧 也就是当发生故障的时候 它的故障时间接近为零 或者是当发生故障的时候 它的数据的丢失 百分 丢失率接近为零 对吧 这就是金融级 它的一个应用的场景 它对数据库的一个需求 当然这个都是终极目标 目前为止呢 我们可以这么说 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数据库 能能能能 没有一个数据库 能真正意义上的 做到所谓的RTO RTO的等于零 这个或者说 如果你想要实现这点 要要极高极高的代价 对吧 很多东西都要各种容易 因为你不光是数据库层面 对吧 你的网络层面 你的各种层面 太多东西 你的存储 对 太多太多东西要去保障 所以说这个仅仅只是 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一个理想模式 当然不可能是真正的做到这点 当然如果你的优量不是很大的 那做到这点 应该问题也还好 也不算大 对吧 还是看优量 和我们的优优场景是什么样的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为什么是传统的主重复制 不适合金融场景呢 第一个 传统的一部复制呢 非常容易产生延迟 对吧 这个我们如果用过 5.6或者是5.7以前的 也就小的 5.6版本的那些 就感受非常的深 因为那时候 它还不支持 多线层复制 对吧 也就是不支持并行复制 这个时候呢 就很容易造成主重延迟的 对 那么增强半同步呢 虽然有所改善 但是呢 在增强半同步 这个架构里面 如果有个slave发生延迟 或者发生性能上的下降的时候 也会导致我们的阻界链 会跟着受到影响 这个其实也是影响蛮大的 那么不管是一部复制 还是增强的半同步复制 多存在很多的因素 会导致组成数据的不一致 尤其是早期 MySQL只支持SBR 这个Dlog模式的时候 那么更容易造成数据的不一致 对吧 比如说我们用 C-State 那个C-State 那个函数的话 这个就几乎可能会造成 组成数据的不一致 因为这个函数呢 它调用的是系统的时间 而不是MySQL里面的时间 对 那就非常容易造成 两边的数据的不一致的 好 那么另一个呢 就在MGR之前 我们不管是半同步复制 还是一部复制 都没有官方提供的 自带的一个高可用的 配套的方案 或者说包括像 MySQL等等 这样的一个配套的工具 对 那时候都是没有的 对 直到5.7以后 才开始有这些东西的 对 所以说呢 在组成切换的过程中 我们要进行 数据的补入 还有数据的交验 等等这些工作 那个以前 基本上都得靠像MGR 那个叫MHAL 对吧 像这样的一个工具 或者是ORCH 等等这些工具 帮助我们去做这些事情 对 所以我们要不断的 持续的去做监控 做高可用的切换 数据的校验 还有比如说切换的过程中 数据的那个补齐 等等这些工作 所以说传统的主动复制 你想要用在金融场景 金融级的应用场景 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要花很大的精力 要花很大的力气 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对 好 那我们再来简单的看一下 为什么说PXC 不适用于做金融场景 PXC呢 是MNDB推出的一个特性 它是基于 那个叫GAR这个协议吧 算是协议 或者这种机制 实现的这种多节点之间的 数据的那个复制 对 它是在MGR出现之前 算是比较好的一个 集群的解决方案 当然这个 跟现在MGR相比 那存在众多的问题 比如说 第一个 它的通信机制 对 PXC 当然我这里的PXC 是指MNDB GAR的Cluster 和PKONN XR XR Cluster的一个统称 不仅仅只是指 PKONN的版本 这是统称 那么PXC呢 首先它的通信协议 是怎么做的 它的机制是 环形的机制 它不像MGR 是多数派的机制 所谓的环形 是一个事物 比如说我们三个节点 对吧 这个事物 要在三个节点 全部通过以后 这个事物才能确认 但MGR呢 它只需要多数派节点通过 就OK了 对吧 那很显然MGR 它是有天然的 一个优势的 对 第二个呢 是PXC 它除了BINLOG之外 还有个叫GCache 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个就相对 更复杂一些了 对 那么MGR呢 它是原生的 基于Masko自带的 像BINLOG 等等这些东西 都是 所有的都是原生的 没有为了的东西 所以它是更何靠的 对 然后第三个呢 是 那个Node Provision 对 这个呢 是 也就是说 当我们有个节点 需要进行去恢复的话 那么它这个数据从哪来呢 它的数据提供的 这种方式 在PXC里面 它 可支持的方式 是比较少的 起码它不支持 最新推出的 Clone那个插件 对吧 克隆插件 那么Masko 它自带克隆这个插件 我们去做恢复的 是非常非常方便 一条指令 或者是两条指令 对吧 一个是 SET一下 我们设置它的 那个DONAL节点 就是捐献节点 第二呢 就是应许在Clone 然后这就完成了 对吧 不需要做额外的事情 非常非常地方便 对 然后第四个呢 是网络分区 对 针对网络分区呢 如果发生网络分区的时候 MGR 是 至少还是可以实现止读的 对 还可以实现止读 但是呢 PXC是整个机群 完全都不可用的 对 然后呢 流控方面 PXC它的流控 相对MGR 也做得不够完美 对 当然MGR 它官方就买这个官方社区版 它其实做得不够完善 这个后面我会介绍 Glue Seiko的版本呢 对流控 做了更多的优化工作 对 好 好 DDR DDR呢 是PXC 它做DDR的时候 整个机群会汉住不可用 那么MGR呢 做DDR的时候 起码 还可以支持online DDR 所以说 综合看下来 那么 PXC 是不适合做金融用场景 MGR相对来说是更合适 至少目前为止 MGR是最合适的 好 我们再说MGR 为什么说适合做金融用场景呢 首先MGR 它从产生多数派的 这个图票的那种方式 刚才已经介绍了 对吧 所以说当个别节点 出现异常的时候 不会影响到整体的服务的 整体的稳定性 对 然后呢 它的流控会更 流活一些 对 它不像PXC 很容易就存在 短板的一个效应 对 木桶短板的效应 好 然后第二部分呢 第二点就是说 MGR 它是基于全球的事物 冲突检测 来保障数据的一致性的 对 然后呢 还可以根据业务的特征 可以自定义一致性的级别 比如说是想要实现 最终一致性呢 还是想要实现 那个 强一致性 所谓的强一致性 就是不管读和写之前 都要求 它读到最新的数据 才可以 对 然后它的 可以实现自动选阻 自动切换 然后故障的自动 那个 转移 等等这些特性 在线添加和删除节点 也会更方便一些 对 然后呢 很重要的 另外 很重要一点 就是它自带了 原生的 Mysl Shell Rooter等等这些组件 对 那么 不管针对我们的应用服务器 还是针对我们的运维 都会更方便 更灵活一些 对 好 这个架构 刚才已经介绍过了 就是MGR 它多 它节点之间的 事物认证 事物验证的一种方式 就是所谓的 多数派的共识 机制 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Policycle的一个特征 对 它基于 Mysl Shell 基础上 所做的那些优化 或者所做的新功能 第一个新功能 是我们增加的 一个地理标签 这样的功能 地理标签这个功能 它主要解决什么问题 主要解决是 当我们一个集群里面 有多个机房的时候 那么多个机房之间 怎么 多个机房之间 如果有这个 集群分布在多个机房的时候 怎么能保障 每个机房总能拿到 至少有一个节点 拿到最新的数据呢 那这个地理标签 就起到这样的作用 每个机房 可以设置一个 不同的ID值 比如说 第一个机房设置ID有一 第二个机房设置 ID有一 OK 那这时候 我们的事物提交的时候 或者事物验证的时候 它会要求 一和二 每个机房 都至少要有一个节点 得到这个事物的确认 才OK的 对 也就是在多数派的基础上 还要在保证地理标签 每个标签 都要有一个节点 获得这个事物才可以 这样就可以尽可能提高 数据 集群的数据的可靠性 第二个呢 是我们采用了 全新的流控机制 除了原生的那个流控以外 我们还增加了 对大事物的支持 以及对主从之间延迟的 一个时间的一个维度 更多的一个考虑 这样呢 我们相当于是 GlueSQL里面 它的流控会更柔和 更平稳 对更稳定 它不会像 MineSQL里面 存在一些 经常性的数据 躲动一下 而且躲动还比较大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有自己去做 那个性能测试的 就会发现 MineSQL它的TPS 就MGR的模式下面 TPS它的那叫封刺 就那个叫尖刺非常严重 但GlueSQL呢 它会相对比较平稳 对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另一个新特性 就是InnoDB的 并行查询 对 这个呢 是合并了 华为的空棚计算团队 贡献的一个patch 那么它可以实现 对InnoDB B加数的一个 多指数的 一个并行扫描 对 因为InnoDB 它尤其是大表 对吧 其实基本上 所有表 它都会有多颗指数 对吧 多颗指数 就稍微上点量级的 InnoDB 对 B加数都会有多颗指数 那么在传统的InnoDB里面 它对这些 对这些B加数的指数 进行扫描的时候 是顺序扫描的 但是呢 在这个patch里面 它实现了 对这个多颗指数的 一个并行查询 然后再把这个 这个结果进行聚合 对 那这样呢 可以有效的提升 并行查询的一个效率 那么通过TP4H测试呢 基本上 平均可以提升15倍以上 对 然后呢 最高的一个 我记得最高 它是那个叫SQL1 对 Q1 那个SQL呢 大概能提升42倍 当然 我自己 我在发布这个PPT的时候 我当时测试了 差不多只有提升30倍 后来又测了一遍 用更好的服务器 然后呢 跑更多的数据量 这时候测出来 大概能提升42倍 那么这个特性呢 特别适用于 比如说我们又要 周期性跑P 这种业务场景的时候 特别特别的合适的 对 对 然后第二个呢 是 我们把英文DB的事物那个锁 把它从红黑树 这种有锁的红黑树 改造成无锁的哈希结构 对 那这样在高并发的右场景下面 它的性能至少能提升10%以上 差不多 这个是我们的刚才说的 就 变形查询的那个特性 这个对比测试的结果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好 这是介绍完新特征 我们的我们的 idiots 这个那些发生 对我们的发生 我们的项目 这个发生 所以我们已经是为了 使用似乎我们的 其中一个人 这样的顺序处理 对这样这个避免这样的问题 第二个非常非常明显的问题 或者非常明显的改善就是 当有一个节点异常 退出集群的时候 MySQL里面它会有非常严重的性能躲动 大概能持续个二三十秒 对那在GlueSQL里面 基本上只有一到三秒 很小一个时间段的一个躲动 而且性能损失很小 对不像MySQL它的性能损失 最低能降到 差不多它的TPS能降到零 差不多我们看一下这样的对比 我们看 那么MySQL里面当一个节点异常以后 退出了对吧 我们看到从58秒左右开始 59秒左右开始 一直到87秒它是恢复 对吧前后将近30秒 对将近30秒 而且我们看到最低的时候 它的TPS能跑到零 对能跑到零 对吧好几次跑到零 对那我们再来看一下GlueSQL 对它其实只有短短的 两三秒一两秒这样的 然后TPS基本上不怎么下降 对那这个呢就是 GlueSQL它相对于这个场景 它的时效大概提升了90% 对吧这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对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当一个节点发生异常以后 那么比如说发生那个网络异常 或者是发生网络分区的时候 那么MySQL它是5秒左右发现问题 对5秒左右发现问题 这是它在代码里面相当于是写死了 就是5秒左右才开始会去检测 那么大概是22秒之后 它才会把这个节点踢掉 对也就是前后大概是27秒 或者说如果再慢一点 比如说这时候TPS压力比较大一点 可能将近30秒甚至更多一些 对那我们看一下GlueSQL GlueSQL大概是1秒钟 就立刻发现了问题 然后6秒左右就把它踢掉了 对那这个时效呢 大概提升了将近80% 这也是非常非常可观的提升 相当于在发生这种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更快的发现问题 更快的进行处理 对吧 这个对于我们一个要求可靠性 级别很高的一个业务场景 我们更快的更早的发现问题 及早的去介入去处理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特性 对吧 然后呢 当一个节点异常 再重新加回来的时候 那么Mansuco跟GlueSQL 它也是有不同的 不同的一个表现 我们看到Mansuco 它大概是3秒就完成了 那个节点的加入 但是加入之后 但是加入之后 它要花更多的时间 去完成新节点的 那个事物的补齐的一个工作 才能跟上那个原先的 剩下的那个其他的节点 对 或者说才能跟上现在的这个集群 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是GlueSQL呢 它也差不多300度完成ViewChange 然后呢 它对TPS的影响会更短一点 对 它不会像Mansuco那样 花大量 花很长的时间 去做这个TPS的那个 跟就去 apply那些 那些少掉的那些事物 就是差异的那些事物 对它的效率 它的性能会更好一些 好 那么Mansuco我们看到 它大概是20秒 对Mansuco大概是20秒左右 它才能恢复到差不多的水平 而且后面 还会有些小小的波动 对 我们可以看到 它发生故障以后呢 大概是 311秒 这时候发生故障 对吧 然后后面我们看到 大概是 3多少来着 3 3.4左右 对吧 它才恢复 然后后面它会反复好几次 我们看到 TPS能降到500多 对吧 这个还是 影响还是挺大的 对 那我们看一下 BlueSQL 基本上3秒钟就恢复了 而且后面基本上 不再有特别 不再有特别大的波动 对吧 这就是BlueSQL 它用MGR的时候 相对来说会更稳定 对 会相对 Mansuco会稳定很多 会可靠很多 因为我们针对网络啊 针对各种集中场景 做了很多的电话 对 那么Mansuco它 更多的是为了 是先保障这个功能 对吧 然后呢 性能方面呢 后面再慢慢去游化 这是它的策略 但是呢 我们因为有很多企业的客户 他遇到各种极端的场景 或者在压策的过程中 发现问题 那我们就及时的进行修复了 好 我们再看下其他的 五年线的提升 这个呢 是磁盘空间 出现爆满的时候 也就在一个MGR集群里面 如果有个节点出现 测盘空间码的这种情况 那么Mansuco 它是整个集群 这时候都不可写入 只有只读 对 那么Glue Sequel呢 是一旦发现 某个节点测盘空间码 就让这个节点 主动退出 或者把它主动踢掉 对 那这样剩下的节点 又可以继续提供服务 对吧 那这样是不是更可靠一些 对不对 对 然后呢 另一个呢 就是AFT文字下面 如果是多数派的写的机制 这个也有一些改善 对 有一些改善 要发生网络分区的时候 好 那么 节点发生异常的时候 这个刚才已经介绍过来 就在发生节点异常的时候 我们的Bluce Sequel 相对于Mansuco 会更快的去发现 处理这个问题 对 我们再看一下 叫认证对劣的一个清理 对 这个也是很经典 很经典的一个问题 那么如果有关注 知乎或者是 网易的 温正宏老师的一个专栏呢 或者以前是分享过的内容呢 就知道 MGR 它有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大概60秒左右 会躲动一下性能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 MGR 就Mansuco里面 它的MGR 它60秒左右 会清理一次认证对劣 认证对劣是什么东西呢 认证对劣 就我们刚刚说了 在MGR的这个架构里面 MGR的这个架构里面 一个事物要在多个 要在多数派节点进行认证 去确认 它才能通过 对吧 那这个对劣就叫认证对劣 那么 认证通过以后的事物 然后它60秒会去清理一次 那这个清理呢 因为Mansuco 它这个认证数据库的 认证的事物的堆列 它是什么 它采用链表的这种方式 也就是哈希表的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呢 它不能 它怎么说呢 它没有加 没有类似的索引的这种机制 它每次去读这个链表的时候 它都是直接全部链表 去扫描一遍 当我们这个认证队列很长的时候 那么它势必会存在性能上的一个下降 对吧 会抖动 会下降 那么在BlueSQL里面 它是针对这个链表 加了一个类似索引这样的机制 那我们在进行扫描的时候 那么是不是会更快一些 对吧 首先 它扫描的时候 有所影响更快了 第二个 我们清理的时候 会控制每次清理所需要的一个时间 对 这样相当于是 每次去清理这个认证队列的时候 我们的效率会更高一些 影响更小一点 这样就不会再有这个60秒左右 会存在性能躲动这样的问题 对 另外呢 我们也提升了一致性的读的性能 从库 指读从库去再去读事物的时候 它的效率会更高 效率更高一些 好 其他的一些bug 还有个就是这个 就是在recovery过程中 对 在节点恢复的过程中 如果是MySQL版本里面 它会花很长时间 才能完成这个恢复 才能完成这个recovery 这样的一个时间 非常非常久 甚至有些时候 比如说事物量稍微大一点了 甚至要持续好几个小时 它才能完成 那这个问题呢 在国内生活里面得到了修复 对 这个如果有用 8.0.27之前版本的 MySQL的同学 可能会深有感触 因为一个节点挂掉以后 再重新加进来 然后要花很长时间去做这个恢复的工作 然后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下面这个 最后一个就是当我们传输大数据的 大量数据的时候 也就大事物的时候 那么MGR可能会出现这种循环 判断上的一个bug嘛 然后呢导致它死循环 然后整个MGR卡住这样一个问题 对 那么这个也会导致MGR它的 比如说整个焊处啊 或者是性能下降很严重 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 这个都是我们针对它所做的一些优化的工作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另一个很经典的一个场景 就是即便是在空跑的情况下面 我们有个人看得到 Grid Cycle 它相比MySQL 它的那个CPU的消耗和内存的消耗都要更小一点 对吧 也就MySQL 它的两个都是在空跑的情况下面 MySQL它的内存消耗跟CPU消耗 都要比Grid Cycle要更高一些 好 那我们再来介绍一下MGR的一些最佳实践的经验 对最佳实践的经验 第一个就是如果想要使用MGR 最好是是什么 选择8.0以上的版本 对 或者是直接选用Grid Cycle 对 这个是更可靠的 第二个呢 是尽可能使用尽可能选择或者是部署 基数个节点 因为基数个节点刚才已经说了 我们采用多数派这个方案对不对 那么基数个节点的话 那么我们相对来说 它是可以更省节点的一个数量 对不对 因为你想想 如果是五个节点的话 它的多数派是三个节点 对吧 而且它的五个节点 它的可靠性相对来说会更好一些 对吧 或者说它可以提供更可靠的一个服务 但如果你是四个节点 你的服务可靠性反而会 服务可靠性的级别会降低 但是它还是需要三个节点作为多数派 相当于是更浪费了一些 好 所以说呢 这时候我建议是用基数个节点 对 第三个呢 是要使用inuDB引擎 对 这个只能使用inuDB引擎 而且要有一定 而且要一定要有组件 在MGR集群里面 你也可以创建 蛮上的表 但是这个表里面不能写的数据 或者说你也可以创建一个表 也是inuDB引擎 但是没有组件 OK 能创建成功 但是也是不能往里面写数据 因为它报错 当然这个报错不影响MGR的正常预行 它只是报说你这条SQL不能执行 好 然后再强调一遍 再强调一遍 要使用单组模式 不要使用多组模式 记住啊 单组模式 另外呢 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节点 都要开启并行复制的模式 对 这样会保障我们的重节点 它去apply 这些事物都会更快一些 因为MGR它的重节点 其实也是基于SQL现成 不是基于这个 是基于relaylog 去把它们读出来 再去并行去apply的 然后呢 尽量不要使用外键 MGR呢 可以使用外键 对 只不过呢 使用外键的时候 会更容易触发一个bug 触发 产生问题 所以说呢 如果不是非常有必要 那么就尽量不要使用外键 如果你使用外键的话 最好是先做一下测试 不管是功能测试 还是性能测试 还是极端测试 都要试一下 看看会不会触发那个bug 对 这个bug的ID呢 是97836 对 97836 大家可以回头自己看一下 看看你们的业务场景 测试完以后 是否会触发这个bug 如果不会的 OK 那这个放心使用 如果会的 那小心点 好 然后呢 强调一点 不要跑大事物 对 不要跑大事物 MySQL版本里面 它对大事物的支持 最大是一个事物 整个是 两G more的是150兆 然后呢 最大值整个是两G 这个呢 我们后面会介绍 我们的Grocego 也会针对这个进行改善和优化 然后呢 MGR不要部署在低延迟的网络 不不不 不能部署在高延迟的网络 对 然后呢 不要在跨公网进行部署 对 因为跨公网 它就是高延迟的网络对立 这个很容易造成各种一系列的问题 比如说 一个事物要进行多数派认证的时候 你这时候高延迟的网络 你怎么去认证 它总是要等待很长时间 每周一个事物 它可能总共 它的那个延迟 它的时延是50毫秒 可能其中有49毫秒是花在网络延迟上面 那这个是很不划算的 对 所以说 MGR最好是部署在本地的网络 也就是说 同机房的网络 对 而且最好是同UVLAN的 最好是这样子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为什么不推荐使用AFT的模式 虽然AFT模式可以进一步的保障 一致性的级别 对 但是呢 AFT模式它存在一个 算是先天性的缺陷吧 对 也就是说 那个 MGR里面 它的数据一致性 那个选项是可以什么 是可以Sense级别去控制的 它不是全局的 那当然全局你改掉也可以 但是Sense级别也可以修改的 对 那么Sense级别 比如说某个节点 它把Sense级别的 这个一致性改成AFT模式 另外呢 它又 其他的节点 又把这个网络分区 异常 那个超时的判断时间 加到特别特别大的 那么 当这个 当有一个节点发生异常 故障被踢出以后 那剩下的节点 都要花大量的时间 去等待这个节点的恢复 那么等待期间 所有的事物都不能提交 哪怕是指头事物也不能开启 相当于是整个集群都卡住了 对吧 对 因为默认呢 这个时间 就是说这个集群 故障到被踢出的时间 大概是5到10秒左右 对 但是呢 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调大的话 比如说有些节点 它不小心把它调到 或者有些管理员 它可能不是很清楚 就把这时间调得很大 对 然后又把这个一致性级别 把它调高 调到AFT 那这时候呢 任何一个节点发生故障的时候 会导致整个集群 都焊住 对 相当于是都不可用了 这时候 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大了 对不对 对吧 所以说呢 一定要记住 不要去使用AFT模式 除非你的应用程序 你的管理员 或者你的其他的同事 都是非常可靠的 不会去做 比如说 把那个 一个节点干掉以后 又把这时间设得很长 对 或者其他这种场景 对 总之呢 这里有一篇文章 对 可以看一下 为什么MGI资讯模式不推荐 使用AFT 在我们的Glustical 那个技术社区的公众号里面 有 有那个 发布 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 针对这种场景 对 针对这种场景 我们又针对这个场景 进行了优化 新增的选项 叫group of replication majority after mode 这个选项开起来以后 它的一个特点是说 当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 如果说触发这种情况了 OK 这时候我们设置为 只要多数派节点 确认了这个事物 就OK了 就不再去等 那个长时间不能恢复的 那个故障的节点了 否则这时候 整个集团都被焊住了 这个影响非常非常大的 好吧 好 所以说呢 记住一点 第一个 不要使用多种模式 第二个 尽量不用使用after模式 好吧 对 尽量不要使用after模式 如果你要使用after模式 那么强烈建议你 选择BlueSQL的版本 然后呢 加上这个选项 对 加上这个group of replication majority after mode 这个选项 这样可以保障 在你after模式下 当出问题的时候 能 只要多数派节点 OK了 那这个集群 一样不会受到阻塞 好吧 否则会导致整个节点 整个集群都胖住 这个影响非常非常大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MGR这个监控 第一个呢 是我们要看 当前这个集群里面 有多少个事物 等待被认证 对 第一个列 我们看到 这应该算是第二个列吧 对 这个 这个是member ID 第二个列呢 是translation to be verified 等待被验证的事物的对列 对 也就是当前整个集群里面 有多少个事物 等待被各个节点去认证和验证 对吧 对 第二个呢 是translation to be applied 就是说有多少个事物 等待被应用 对 也就是说验证通过以后的事物 在本地节点 转为relaylog 然后再读 再读出来去做并行的复制 并行的applied的时候 有多少个事物的延迟 对 那么通过这两个维度 我们就能知道 当前某个节点 它的性能设置很慢 对吧 比如说我们看到 等待被applied的对列 如果某个节点 它上面的值很大的话 那说明这个节点 有可能它的 它的那个 比如它的IO性能很差 或者它某个地方 可能没配置好 你看 其他节点正常都是为0 为什么就这个节点特别大呢 那说明它可能是某个地方有问题 我们再去检查一下 对 那么如果是 to be verified 这个事物特别大的 那有可能是当前这个集群 它的TPS就是很高 所以说大量的事物等待被认证 对 然后或者有可能是 各个节点它的性能都很慢 所以说有大量的事物等待被认证 这也是可能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MGR 另一个监控的维度 就是观察已经获取到的GTID 以及本地 已经applied的GTID 这个是可以做什么用呢 这个是当发生 比如说节点当机以后 或者整个集群 所有的节点都发生当机以后 这就要重新拉起来了 对吧 那我们要去判断 我们要是人工去判断 哪个节点会被选择 作为新的一个 primate节点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判断 哪个节点 它applied的GTID是最多的 我们就选它 作为新的那个 主节点 对 当然这个选择肯定是 相对来说 如果是靠人工去选择的 可能会效率比较低 而且可能选错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 Massure Shell的一个功能 就是reboot cluster from primary outage 这样的函数 这样的方法 然后它会自动 帮我们去判断 哪个节点 可以作为新的primate节点 然后呢 帮我们把整个集群 拉起来 好吧 后面也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的那个 GreaseGo那个公众号 我们会发布这个文章 就是告诉大家 怎么去选择新的主节点 以及怎么利用Massure Shell 去自动选择新的一个主节点 把整个集群拉起来 重新拉起来 OK 我们再来看一下 MGR它的一个架构模式 对吧 比如像这样的 我们多个节点 构成一个MGR的集群 然后旁边是由Massure Shell 来管理这个集群的 上面呢 是我们的Massure Rooter 它跟英文服务器 安装在一起 对 因为这样 英文服务器去 通过Rooter 去连接MGR集群的时候 它的那个 效率会更高一些 对 因为相当于是App服务器 它只需要连接本地的Rooter 然后呢Rooter再去连接MGR 那么当这个MGR集群里面 某个节点发生故障以后 这个Rooter会自动感知到 不需要我们英文程序 去做改任何的东西 对 那么这个Rooter 如果所在的 Server如果挂掉了 那也无所谓 反正其他的Server还是存在的 它直接连本地的这个Rooter 就可以 对 就可以感知到这个集群的一个变化 所以说 当我们有使用 Massure Rooter的 最好是跟我们的应用服务器 安装在一起 好 这个呢是同层多机房的一个MGR的一个架构 比如说我们在两个机房 一个是主机房 一个被机房 那么这两个机房 我们在各个各跑一个MGR集群的前提下面 还可以再构建两个机房之间的双向复制 这个双向复制呢 甚至还可以是什么 就是半同步的一个双向复制 这样可以尽可能保障 我们在同一个城市里面 我们的两个节点 或者两个机房 它的数据尽可能提高它的一致性的 对 这个方案呢 在我的在我们的公众号也是有发布过的 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 可以去看一下 好 那这个呢是多层 就是多个城市 然后三机房 对吧 或者叫两地三中心 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 那么同层还是像刚才这样的一个方案 就是同层之间可以构建一个 一部复制的双向通道 然后两个MGR之间 那么远程的服务器呢 因为我们是夸公网的远程 对不对 这时候就不再建议用那个半同步复制 而是建议用一部复制的这个模式 然后呢 还可以利用MGR8.0.2之后推出的一个 Async AutoFileOver 这样的一个特性 对吧 这样就可以 我们这个机房 可以指定它的 Master是这个节点 以及这个节点 所以说呢 当我们的主节点 在这两个机房之间进行切换的时候 我们的Slave 也就这个节点 它不需要做任何的变动 相当于是 在传统的主重复制的这个架构里面 我们的主节点发生故障以后 重节点不需要做任何的工作 不需要做第三方的这个维护工作 它会自动实现主节点的切换 它会跟着切换 对 这个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 好吧 这也是8.0之后推出的一个新特性 非常非常的好用 好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BlueSQL我们再往后打算 新增的一些特性 对 那么 这是我们大概想要做的 就下一个版本 打算要新增的一个特性 对 第一个呢 是我们会增加一个功能 叫日制节点 对 日制节点 那么它的一个作用呢 其实就是仲裁节点 对 也就是有一个节点 它只会存 Blog等等这些日制 但不会存原始的数据 比如说 其实就类似 以前MySQL 5.6推出的 那个Blog Server 这样的一个特性 当然这个节点 还可以参与MGR的一个投票 对 也就是这个节点 它只会存Blog 然后呢 参与投票 不会存用户数据 对 那这个节点 是不是我们可以用更低的成本来构建 对不对 也就是在保障MGR的可靠性的情况下面 还可以降低成本 就是日制节点 或者仲裁节点 它的一个特性 它的优势 然后呢 那还有个特性就是快速单组模式 比如说在单组模式下面 我们这个事务就不再需要去远程节点去做认证了 只需要在本地节点进行认证 这样更快一些 对 效率会更高一些 第三个呢 是对大事务的支持 刚才已经说了 MGR里面 一个事务 最大只能是两G 对吧 那么默认值 那是150兆 OK 那这个在很多时候是不够用的 所以我们 针对这情况进行优化 最大可以支持到64个G 对 那么这也是以后会发布的一个功能 好吧 那么大概是这些内容 大家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也建议大家去使用我们的GlueSQL的一个版本 让我们的MySQL 让我们的数据库更流畅 让我们的MGR更可靠 更稳定 更流畅 好吧 下面这个呢 是我们GlueSQL公众号 欢迎大家关注一下 好 那么再次感谢大家的聆听 那么有什么问题 可以接下来再进行交流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